在对话讲课中,我有什么总结可以与大家分享 在疫情未完,亦不知何时完结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继续在逆流而上 完成这个分享之后 我想大家可以有些 Q&A 的时间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最后如果有兴趣想联络 如何购买到本书 就是这样提供一些路径给大家 可以推广一下这本书 当然最好支持是去贸法局主办的书展 我知道今年有些特别优惠 好像是接种了疫苗的朋友免费入场 第一次可以免费入场 大家可以接种了疫苗 到时会场免费入场 有些医生建议 曾奇一医生也认识到他 职位这本书展示 曾奇一医生最近说 已经保证了疫苗分开排队 因为火队会比较短 鼓励多接种疫苗的人才可以进场 令到群体免疫在环境内好 首先可以谈谈一本书本 在现在互联网的世代 大家都是跨媒体 很少的书本从由头到尾 切头切尾都是单一为了印刷一本书而出现 这次《逆转100》 也是一个跨媒体的最后总结 大家记得疫情在去年二三月 已经开始来到香港 当时大家都手足无措 也对病毒的认识不太多 说到世界每日股市大跌 汇丰也说不太息 但人心莫煌 那时我跟朋友在金钟 来聊聊聊天 当时还未有那么多紧张气氛 觉得朋友都不怎么见 大家看到面就谈谈有什么可以做 在疫情也似乎被杀出来了 很快就立即去年三月 已经筹备了几次送口罩的活动 送给有需要的独居长者 送给火灵局凌晨医院 有些时候将人捐钱 结果这些活动之后 结果活动过程的筹办都很吃力 如果大家记得是找不到口罩 今时今日都很轻松 大家随时在便利店 走过旁边老人甲都可以问自己自己的口罩 但当时我记得是要送出8000个口罩给独居长者 红素波和姐姐来帮忙做派发 但筹备活动结束 那些口罩都未确定是否会来 最后有朋友经常去到机场 看着印尼的飞机 落机、货机 如何运送那些口罩 然后就立即分发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人去订 我们预计好8000个是做磁线的 所以就立即要计算 我还记得我有份去到那个工厂 在加里物楼 在葵冲那些分货中心 大家就五百只一箱 去数数数数 我们8000个不太多 就是让我们先拿走 成功举办了活动 但当时我们结束这些活动 疫情还未完 稍有年纪的 我记得沙士203年的时候 其实最严重的病情 其实疫情是几个月 病毒自然消失了 我们就想 会不会香港今次 或今次 这个世界今次 新冠疫苗都这么幸运 只是维持几个月 我们也希望在这段时间 将这个记录下来 因为受影响的人都打客气 希望见到明天 所以当时 打算出版一本 也不是打算出版一本书 尤其是跨媒体的年代 原初我们想着 既然那么多人都面对 这么多困难 不如我们做些访问 不如我们做些访问 问一下别人的 如何在自己的崗位 自己的角色 去面对这个疫情 我就认识新城电台的朋友 原本和我一起支持节目的 程海一 资讯代理台长 我原本不认识他 正正在这个概念 有人介绍了认识 就说 很好啊 Rieman这个想法 不如我们开个节目 来做这件事 二话不说 立刻找了个 星期日的黄金时间 时段 我们就每个礼拜 做一集节目去访问 有时访问一鬼 有时访问两鬼 在开赛的时候 没有特定认识访什么人 今天在PowerPoint看到 我们说是营商的智慧 当然了 我们也是在身边的朋友 去联络 什么人愿意上来呢 我们就找到很多 都是商界人 有些是做不同的生意 今天有些 都仍然在疫情当中 是很奋斗的 有蕭青 郭顺民 知名的商界人 平时都愿意说 这个节目很有意思 平时他们很少来电台节目 但我们一说这个节目的构思 我们就说 好 我也来分享一下 但我们当然不是每一集 都只是说疫情 他们本身又不是医生 又不是传染病学的专家 而是疫情对于他们来说 认识和普通市民一样 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访问 都其实是环绕着不同的人士 他在他人生里面 遇过一些什么困境 有什么困难 而他又是怎么黑火的事 我记得 比如说访问 沙沙的大老板 郭小明 今天他们早期 公布业绩 业绩当然大跌了 他人真的很老实 又很有事 很亲切 他就说 最近业绩他都说 今年都通不了关 他们没有期望通关 通关都好 澳门都通了关 他们澳门有分店 他说业绩都能否回到疫情前 一半已经很好了 当时我们访问郭先生的时候 他提到一件 我问他人生最大疫情是什么 他就分享原来在九七前 曾经移民 因为都是回归的一个 即是那个年代 大家有记忆的 都是一个很大的移民潮 由八九一直到九七 大概有三十万人移民 他都在这个浪潮里面 曾经打算移民去加拿大 他就分享了一个经历 就是想着当时做一些小生意 有少少钱 拿着些钱去退休了 提到他有一个老婆 怎料他真的和太太 就说什么都没有准备 去了加拿大 他在一个朋友那里居住 有朋友在加拿大 已经落地了 招待他 但谁知道 他们第一天 又是起床 擦牙洗面 吃饭 走超市 第二天 又是这样 擦牙洗面 吃早餐 走走公园 到第三天 他就说 我很记得他的印象 在看来 他就说 第三天 见到朋友 做成早餐 就剪当地的报纸 的优惠券 便宜五毛子 就准备用那些优惠券 然后晚上 他就跟太太谈了 那不行 如果我们打客楼里人生 都是这样 就剪报纸的优惠券 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之彩 因此 他就 不断回香港了 那 把机票都没有订 在第四天 他就决定回香港 从此又 再打天下 就创立了今天 叫沙沙国际 的一个 零售化妆的大品牌 当然 他的成就 当然是基于他之前 已经是对于 这些化妆品 零售一定的认识 由一间小铺 在沙沙咀地库 都没有人去那些 现在叫做死场 没有人的 由一间小铺 一直做街铺 再做平衡进口 在不同地方 买化妆物品 这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 我们的书 继续如何发展下去呢 每个星期 我们去年 一直在《新吃电台》 有节目 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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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太多受访者了 后来 发现一周一集 就不够了 不够了 然后他们上来做 后来 在互联网就比较方便了 就在YouTube